看一下列表页 列表页咱们已经分析过了 这块没显示出来的问题 就是还是刚才咱们那个引用的问题 引用的问题的话 咱们就得在列表页这个地方 把这个数据解析出来 然后需要注意的就是 或者说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就是我们究竟在哪个地方去解析那个数据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script 然后打开script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的table 我们load的时候 我们的urld址 好像是写在comment里面了 但是即使我们把这个urld址写在了我们的文件当中 就是刚才那个form.js这个文件当中 其实这个 就是即使我们把这个urld址写在文件当中 你依然是没有办法去 想到在哪块去处理这个数据的 我把它写在前面 这urld址还是写在前面比较好 咋加呀这块 你知道怎么往里加吗 在这写就行了 对在这写就行了 对urld等于delete就行了 就是你即使把这个东西配在这个地方了 那么我们其实也不太好处理这个数据 因为它这个数据处理完了之后 直接就送到这个bootstrap table内部了 它在内部直接就卡哈一转 就把列表显出来了 你都没机会看那数据长啥样 我们就在控制台上看了一下 F12看一下 200a数据出来了是不是 那在这个地方咋拿到啊 你要是在这个地方拿的话 在这里面拿的话 你只能一条一条记录拿 对吧 你总不能没显示一条记录转一下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得找它有没有什么事件了 通常情况下这种 就是给我们提供的第三方的插件 它都会注册一些事件 事件是啥意思呢 就是给你提供一些接口 然后让你在适当的时候 可以自己去插入一些功能 比如说当列表数据加载完毕 还没显示出来的时候 当列表数据加载完了 已经显示出来的时候 等等这样的一些时机 然后我们呢 去找一下它的官方的文档 看一下有没有这样一个事件 所以看文档的习惯 大家还是要养成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上班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是啥呢 先把那个SVN或者Gate上的代码 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就开始开 一堆文档全都得开开 然后开始写代码 然后把这个文档拿到 拿到之后它有个事件是吧 事件的话你就看吧 我昨天看了很久 然后终于找到一个事件 叫做这个 诶 哪去了 然后滚没了 untree body上哪去了 这儿呢 叫做fairs fairs是啥 触发是吧 before the table body is rendered rendered是啥意思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渲染功能 就是在这个table被渲染之前 那要是被渲染了就不敢烫了 它已经显示出来了 是不是啊 那肯定就是这个功能了 而且它还能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 就是它从后台取出来的数据 那也就是说这个事件 就是取完数据渲染之前的这个时机 会执行你在这里面插入的代码 所以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执行它 执行它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就是bootstrap table 然后原括号 然后第一个参数里面写引号 引号里面写它 然后第二个参数里面写个function 就给它注册事件了 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用的 直接给这个 直接给这个 直接给它注册事件就可以了 在哪写 在这个gs里面写 在哪写 在这写吧 option 这样 因为你没有那个配置了嘛 这个配置咱们都提出去了嘛 所以你这就单独拿出来写就行了 明白吧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是怎么写 这么写 然后这个里面写它那个 它提供那个 这个字符串 明白吧 写到这 然后后面 后面写这个方法 都行 你怎么写都行 然后 这样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处理一下吧 处理一下的话 你注意 它这个地方 返回的这个data 可就是一个数组了 这是个数组啊 这数组的话 你就不能转 不能转的话 那你就得 就是把它变成对象 对吧 然后所以把它变成对象 把它变成对象 就是还是我刚才用的那个方法 把O等于 然后一个对象 比如说那个 我写什么名 rose 然后data 对吧 然后你转谁啊 你转O明白吧 所以 fast json.permit 是什么写的吧 然后什么O 转完O之后 把谁返回来啊 把O点rose 返回来 明白这意思吧 你要是没转成的话 它也 它也无所谓了 然后return O点rose 就行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打了 我拿回写错了 写Ctrl S的时候 不小心 Ctrl 没按上 是吧 嗯 就咋的了 看一下啊 错的想要 I'm free I'm free 嗯 再等一下 打印一下它 Delete它 我在哪儿考过来的这是 我站错地方了是吧 这个是list是吧 这瞎子 我们配的那个呢 这儿呢是吧 这一天能不能行了 这块是list 这不都有了 这样画就显示出来了 然后我把前面那行删掉吧 把后面这一行 把前面这一行删了就行了 没啥用了 好就完成了啊 这样的话这个整个这页面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这就是他的这个保存功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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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